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台大校长候选人至校里面说明会今天晚上举办最后一场由中研院副院长周美英和台大电机系教授陈明县压轴,身为八位候选人中的唯一女性,周美英一开始就素质疫情表示,她常常到小福合作社卖便当,也是台大物理系和平教授,又已经用武侠小说中的双线合笔。 年轻人熟视的变形金刚合体做比喻,强调会让台大成为社会中有机的一环,创造台大和社会互利,把台大定位为一所卓越,创新,歧视及热诚的大学。 台大教授黄光博提问关注学术伦理,也质疑中研院院长廖骏至身为周美英的上司,又担任台大校长林选委员,是否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另有学生家长发言支持周美英,也有法律学院秘书提问周美英要引进台大的各国大学的优质文化是什么。 周美英回应学轮议题表示,以身作则是唯一的方式,以教育大家了解什么是对的,负责任态度。 至于廖骏至担任林选委员一事,他表示,依相关规定,被推荐人或候选人在林选期间,不得与林选委员有关于林选事务的私人接触,相信他与上司廖骏至完全遵守规则,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公司分明。 对于上司下属关系,台湾和美国看法不同,大家都是个体,他以私人身份参选台大校长。 这个问题不是由他来回答,而应由林选委员会回答,而中研院院长廖骏至本人就坐在台下。 台大教授王立生针对扫此话题问,台大一年收3500位新生,但外界有要求台大减少招收学生的意见。 周美英表示,世界排名上的大学是深比台大得分很低,可趁此台大进行内部检讨。 一个大学要发挥功能,照顾每个学生,校园大小,教室兼数,教授可就此进行科学研究,提出优质化目标,形成期望,逐步找到未来应走之路。 台大之前发生情杂案,有学生发问导师致周美英表示,学生可以去敲导师的门,双方都可主动。 他认为心理辅导要加强,学生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是非。 长大的转变情绪,感情和课业上都需要好的辅导老师。 对于台大人曾被指向业次数,只顾自己的发展,缺少团队合作概念。 周美英表示,一个大学能成功,不是校长做了什么事,而是师生对社会做出了贡献。 师生的成功就是校长的责任。 因此他喊出,We are the university, we are NTU,有共同理想,传承和目标,大家一起来才能让台大再往前一步。 周美英强调,台大是非常独特的大学,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关键时刻,提出批判与建言,扮演社会风潮角色,是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精英大学,就如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 双剑合币,变形金刚合体,应让台大成为社会中有机的一环,和社会互利。 台大定位应是卓越、创新、启事及热诚的大学。 周美英提出如果他担任台大校长,将推动使台大更上一层楼。 五个关键做法包括首先着重教师的阎兰与培育,喊出要建立校级新进教授的培育发展方案,其次推动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针,例如优先考量课程改进与弹性化。 此外要积极充实校务运作经费,周美英直指,台大经费一年60亿元,经费非常拮据,募款非做不可,因活化台大有形与无形资产。 第四是要共创智慧校园设置平台,促进师生和校友利用专业改善校园生活工作环境。 最后要加速台大国计划与世界接轨制校里面说明会人正在进行中。